我絕對沒有去什麼 對絕對沒有這樣子的情形 所以那些東西其實都是讓股東安心 所以裡面有些東西也許有些碰紅 那時候我們就通知行政院有這件事情 那一天蘇貞昌就立刻找了陳孝翔 然後他講完以後 他就說一句話就說 你這個時候不要做到 我給人家就覺得 他就說本來好像有一些變成沒有了 就說我本來好像在睡覺 給你說我給你個Favor 後來有這個變成沒有了 他說你不要做成這個樣子 所以那天他就立刻把陳孝翔交過去 所以後來行政院就告訴我們說 依照他們的安排 應該就是才27號 29號那個人在過 然後一次會又會讓他們過 大概就是這樣 綁起來 目前得到的訊息是這樣子 內部的話 這樣就不公開 因為我們都是自己股東 我就把我們目前長期以來協調的結果跟大家講 這件事情是 總統甚至虎方的人 他是用洪耀普做代表 去告訴沈耀長說 你不要以為喔 那18號公投如果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他會換行政院長 然後這個案你就可以拖 這個是總統的旨意 不是行政院長的旨意 誰來說行政院的案子還是要過的 他就明確地告訴陳孝翔 NCC作為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電視台的一個監管單位 他其實是前置一個電視台 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外面怎麼還認為說 NCC在護航呢 真是太好笑了 前置 怠惰 濫權 對 這個是裴委社長今天公開講 NCC在這個事情處理上 是的 好